HKKO TV 嗨大家好我是哈恩杏子 欢迎收看杏子日语教室 一转眼又来到了5月份 5月份在台湾有一个五一劳动节 在日本从4月底到5月初的这个期间 被称为是黄金周 说到黄金周 其实它里面有包含很多节日 还有啊黄金周用日文要怎么说呢? 好我们赶快来上课吧 杏子日语教室 好首先我们来学会黄金周用日文要怎么说吧 它其实是一个合字的英语哦 它的发音是Golden Week Golden Week 黄金周呢通常都是指从4月29号 一直放到5月5号为止哦 那在这个期间里面呢 4月29号是一个昭和之日 5月3号呢是宪法纪念日 5月4号呢是绿之日 5月5号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子供之日 也就是儿童节哦 那2022年的黄金周呢 最长最长是可以放到10年休 是不是很过瘾啊 可以放10天的假哦 因为5月5号这一天呢 刚好是星期四哦 那礼拜五再上一天班 六日又放假了哦 所以呢只要请特休啊 就可以连着放 放到5月8号 那在日本呢也有廉价这样的说法哦 那像黄金周周期这么长的廉价 日文是怎么形容的呢 它们是写成大型联休 发音是大型联休 大型联休就是长假的意思哦 好那我们来学习一下 刚才说到的那几个节日的日文念法吧 首先是4月29号的昭和之日 它的发音是昭和の日 昭和の日 再来呢是5月3号的宪法纪念日 它的发音是憲法纪念日 憲法纪念日 再来是5月4号的绿制日 緑の日 好来到了5月5号就是儿童节 它的发音是コトモの日 コトモの日 在日本呢 黄金周又被称为GW 那就是Golden Week的缩写哦 那在黄金周的时候呢 都会举办一些促销啊 或者是一些活动 这个用日文来说的话呢 就是Golden Week Campaign Golden Week Campaign 黄金周活动哦 那因为黄金周的假期很长啊 所以很多日本人呢 都会趁这段期间呢出外旅游 现在因为不能出国旅游嘛 所以大家应该都会在国内活动哦 如果你有机会呢 在黄金周去日本玩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走到哪都是人山人海哦 然后餐厅呢 也几乎都客马 因为全部的人都跑出来玩了 好 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 刚才选的那些日文单字吧 Golden Week 那幸子在这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年假哦 如果你喜欢幸子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呢 欢迎订阅哦 记得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或者是题目 也欢迎留言告诉幸子哦 那今年不能出国真的很可惜耶 希望明年有机会呢 可以在黄金周的时候呢 到日本去观光购物吃美食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